要当上小布希的模特儿不是件容易的事吧 接下来我们看到邮票 大家能想象一美分的邮票能卖到上千万的价格吗 除了要有百年历史 还必须具备重大且独特的意义 让我们来看看英属归亚纳的一美分洋红色邮票 到底是何方圣物 世界上最著名的邮票 经伦敦皇家集邮协会雁明正深 预计将在即将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 以单件一千万至两千万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 据苏富比拍卖行表示 这枚仅存的1856年发行的 英属归亚纳一美分洋红色邮票极其珍贵 没有任何邮票比它更值钱 在它三次成交的拍卖中 每一次都创下了当时新的单张邮票成交记录 唯一存留下的这张 一美分洋红色邮票 是由一位对集邮很感兴趣的 原教沃恩的苏格兰男孩 在家族的文件中找到的 最后一次皇家集邮协会正式认证这张邮票 是在1935年 其间曾有过多次试图未造这张著名邮票的案例 但没有一例能够逃过鉴定者的眼睛 单张邮票的拍卖记录 是在1996年 由一张瑞典三仙令皇票 所创下的220万美元的价格 而集邮物件的记录是1993年 以400万美元卖出的波尔多股峰 但是6月这张红色邮票 会使他们全都黯然失色 纽约苏富比拍卖行 将会在2014年6月17日的专场拍卖会上 展示全世界最知名的邮票